现金的这个红包以及物资 就是我们的白米总共900份 总共加起来金额超过121万5000元 新北市永和区公所携手各界 包括保福工、玄盛阁、新北市新陵雅居慈善协会 新北市慈善协会、永和福伦社、同济会 等数十个慈善团体 共同做爱心公益喊动送暖活动 主持人薛宏基逐一说明分别捐赠白米 面条、关怀礼金及有限电视免费收看等等 各界汇集的善款物资 总计更是突破了去年的记录 永和区长陈宜君及新北市议员连斐凡都表示 发运做好事需要更多人加入 永和各界的善心能让弱势加护过好年 感谢其实我们从每一年的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慈善团体都会来问我们公所说 我们今年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善事 我们大概都会举例把我们公所 在我们永和匠区那边 都需要特别帮助的一些弱势 不一定是中心收入的身份户 有很多是淨品或者是单亲家庭 它真的是需要帮助的 那我们这边的部分都会来引介 来媒介来协助他们 那今年真的特别的高兴 我们今天总共邀请了十二家的中庄团体 包含有中庄团体 冷气的时候那在这寒冬的时候 在过年前也给这些需要的人一些温暖 那我们希望就这样小小的举动 可以让我们的社会更温馨更享受 宝福宫庙城前的广场 堆满一袋袋洗气包装的白米和面条 让若是家户带回家过好年 除了民生物资之外 各慈善团体以大爱提供 若是家户的关怀机或者是红包 则是在核对资料后随即进行发送 祝贺他们新年快乐迎接新春到来 我们永和保工还有准备了900份的红包跟米 来送给这些永和机的低收入 让我们让它好过年 永和各界联手送爱关怀2000户弱势家户之外 永和卫生所则是以成人健康检查的方式 邀请大家做健康检查 送上最健康的关怀 远行的一年大家安心过好年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记者林立如新北采访报道